我總共開了大概四次店吧 四次店 到目前為止 沒有一間店開成功 你要不要賣一間 賣薑母鴨 你覺得怎麼樣 也不錯 所以我覺得 我很羨慕你 我覺得是一個很成功的 這個開店的生意人 我每次都信心滿滿 我覺得我開店一定會成功 這一次一定會成功 因為哪裡跌倒 就要哪裡站起來 每次有經驗 可是我覺得 應該是碰到的這個夥伴 其實都比較 不是那麼的實在 我倒是很好奇 你開了店以後 你管理者是誰 是你本身 還是你純粹是股東 應該是這樣講 剛開始開店的那一兩個月 甚至於更長的時間 我都會待在店裡去 對 去服務客人 去做就是外場 所以他是有去關心跟管事的 剛開始開店 那我一定是在現場 我記得 我剛開始開店的時候 我店生意真的都非常的好 有一天我洗那個洗碗 從晚上大概十點關門 開始洗 生意真的非常好 那時候是開火鍋店嗎 對 洗到大概快兩點 我一個人洗碗 妳幹嘛不請人家洗啊 老闆娘自己洗碗 人真的很難請 人真的很難請 那這麼晚要洗碗 公渡生又不願意留 然後其他的人 他也不願意坐到這麼晚 所以只能自己洗 我洗完碗之後 我整個手都那種皺皺的 妳知道就是碰到水 很大大概 對 然後呢我洗完之後 因為那家店 離我住的地方很近 妳知道我洗完碗之後 我整個是哭著回家 我覺得好辛苦喔 我覺得 然後當天算完那個當天的收入 我發現喔 當天的收入 其實我去唱活動 可能四首歌就有了 就那個收入 可是我卻要一整天 從十點到兩點 然後洗碗 我就做生意怎麼那麼辛苦 可是沒有人會同情妳 也沒有人會可憐妳 因為是妳自己選擇 要去做的事情 對不對 然後就這樣子 撐了大概 因為我只要在店裡 生意真的非常好 當然我也謝謝 就是我的經紀人 因為他也很幫忙 他這還沒有說經紀 這行他是廚師嘛 所以他很會料理 所以他就一起來幫忙店裡 然後呢就這樣子慢慢的 我想說店裡生意起來之後 我就可以慢慢放手 那我還是得要做我的本業 就是繼續回來拍戲 錄影 唱歌 因為我覺得妳也是個 蠻衝動的人 妳一開始找到那位夥伴 合夥人 聽說妳們才認識三個月 妳就跟他合作了 我那間的火鍋店是 那時候常常去吃那個火鍋 然後他是那家店的店長 然後因為生意很好 然後他就會常常說 這個店生意很好 是因為他怎麼樣 所以那妳也就信任了他 然後後來呢 大概認識了三個月 他就跟我講說 他要離職 不做了 然後我說那妳離職之後 妳要做什麼 他說他想要 也想要自己創業開火鍋 我說那我可不可以 就是一起投資妳這樣子 對 那我覺得那個就是一個誘因 開始引誘妳 去做這件事情 然後他果真離職 然後我們 從他離職又到我們說好開店 就三個月的時間 然後呢 我那時候就 因為真的是很信任他 可是也認識不久 我也不知道他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我們就開了店 所以那間火鍋店就是跟他合夥 對 然後其實大哥剛剛說得很對 因為我是一個藝人 他會認為我不專業 包括任何的采買 任何的 任何怎麼煮 怎麼湯頭什麼的 他認為我都不會 可是我願意學 可是我願意學 他也不太讓我學 因為一旦讓我學了之後 那他怕被踢掉或取代 他怎麼辦 他可能害怕知道他很多事情 都不是他說的那樣 包括成本 基本上像這種股東就是不OK 可是因為我不知道 因為不熟也不然是 他再三個月 對 然後呢就開了店 就在那個店裡就是 真的我就是一股傻勁地做 我 就一定瞎忙 很久了 這個人是當店長 他應該要幫最多忙 他慢慢地就 慢慢地沒有進店裡 只有進店裡來是 當天的晚上要把錢拿去 營收 營收 要拿去存這樣子 你要負責財務 那你要很信任他 那你也不用我去管財務 他不讓我管 他跟我說因為我不會算 我不懂 後來 這個就不對了 一定是個男生 我跟妳講 一定是個男生 這個就不對了 專業 這有問題 後來我就 我忙不過來 我就請我媽媽來幫忙 就是趕帳啊什麼 那我就管外場這樣 然後隔了一段時間 我媽媽說 她越想越不對 她覺得 她那天跟那個人講說 她想要看一下那個帳 對 因為那個也要觀察 要做帳嘛 你怎麼這個禮拜的帳 年虧怎麼樣 對 要做一下 還有 你那個要 你買菜 那時候就是 我們都是當天菜送來 我們當天就付 有些是當天付的 然後 他就常常以後沒進來了 沒進來 那當天要付的錢 剛才只要付的錢 沒有 等於是我們自己要先店了 這是怪怪的 戴店 戴店 久而久是很奇怪 對啊 後來呢 要跟她拿帳 她拿不出來 我媽就跟我說 她覺得怪怪的 有問題 是不是就是要去查帳 這樣大概多久呢 大概妳投入這樣 妳覺得怪怪沒有說 大概多久 兩個月開始 就怪怪的 兩個月 還好時間沒有很小 那很短嘛 還好 對 就怪怪的 後來慢慢 有人要來店裡要錢 來偷賊喔 廠商 她後來才知道 她去外面賭博 然後她來要再 也要把那個錢 拿去她的那個賭博 沒錯 然後覺得好瞎喔 就是怎麼會這樣啊 然後就 就真的不行 就發現到 這樣子會壞了我的名聲 如果她拿我的名聲出去 那我覺得很恐怖 後來就 就我媽媽就出面 就是跟她說 啊不然這 就是看誰要 就是都讓她 我們就退出 因為實在太可怕了 就做個了斷 怎麼了 對 當然我覺得 也要謝謝我媽 我媽也是貴人 因為我媽出面 就總是長輩嘛 然後我們就 後來就退出來了 可是我覺得 我的人生機遇好奇怪喔 原本想說 就這樣子 就不會再遇到 就是很奇怪的事情 沒想到後來 又開了那個義大利餐廳 我覺得這次真的很傷 因為呢 我跟這個朋友 真的我們認識二十幾年 那時候她是我唱 民歌西餐廳的店長 所以你看她做生意 又是店長 在二十幾年就要 對 又是店長 所以她做生意就很有經驗 然後我跟她是真的 也非常的好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她自己本來 是經營一個中式的餐廳 後來她說她想要轉型 轉成開義式餐廳 就是她覺得賣義大利麵 比較好賺 然後也比較方便這樣子 然後就開始計畫 然後第一間店 就是開在中壢 那時候開始的時候 真的 我只要我跟我經紀人 在店裡 生意就是非常的好 真的 就是忙到不行的那種 然後看到那個營業額 你就會覺得很開心 就這次又成功了 這次應該不會失敗了 賺錢了 肯定會賺了這樣 結果在連續兩年內吧 開了三家店 中壢 桃園 那算是滿好的 算是滿快的 對 很快 算是非常快 可是漸漸就覺得 開始覺得很奇怪 又怪怪的 又怪 就覺得 怎麼會有人來店裡 然後某某人來店裡 然後她就說 她是店裡的股東 某某人來店裡 她就說她是店裡的股東 然後這家店 到底有幾個股東啊 怎麼老闆這麼多啊 這個人來也說她是老闆 那個人也來說 她是老闆 你們沒有開股東會為什麼 你不知道嗎 因為她跟我說 試出去收錢 對啊 這個也真的很吊詭耶 對 因為她跟我說 我只要對她就好了 其他的我不要過問 那可能是她 她本身的股份有稀釋 找了其他的股東 可是她這樣跟你講 這句的時候 你們有覺得很奇怪嗎 你們既然那麼熟 青童姐妹 她應該開城布公 什麼時候跟你講得很清楚 我跟你講 我覺得我臉上 妳臉上真的寫了幾個字 就寫了我很好騙 然後善良 就是相信 我就相信她 我也沒有再多問 然後漸漸就覺得好奇怪 因為有傳聞就是開始 她在外面不斷地在掉錢 就跟這個人借 跟那個人借這樣子 我想說奇怪 那個營業額也有啊 還需要這樣借錢嗎 然後後來就慢慢喔 在店裡面 什麼生意都做 什麼投資哪個金幣啊 投資哪個什麼 做很多物業就對了 就是餐廳嘛 它就會揪人來餐廳 就是做一些投資物 我覺得 妳到底是在開餐廳 還是在吸睛啊 我有看 我看不見 直到真的有一天 就後來就是 因為我還是會來做 我的演藝事業 有一天去到店裡面 沒有人耶 沒有客人耶 而且這樣子 我問服務生說 我說這樣的狀況多久了 他說這個月來的客人 大概十根手指頭數得出來 我說蛤 變成差 那不就斥肢了嗎 那不就賠錢 開始賠錢了嗎 怎麼回事 對 店裡生意變得非常的差 我不敢相信 然後因為在手機裡面 可以有裝那個監視器 是啊 常常壞掉 常常看不到 喔 妳那時候也沒有覺得怪怪的 因為他就說監視器壞掉啦 他可能拔掉或什麼 通常監視器壞掉都是有問題 對不對 肯定的 你變十個都 對 十個都不 他自己太大意 他完全沒有危機意識 也沒有危機感 對 有一天他做了什麼事情 我也拿他沒責 不過我相信 妳只是被他騙的其中一個人 而且妳是被他騙很少的 他騙別人可能更多 這個辦案就很有經驗 真的好厲害喔 專業騙 專業好不好 專業騙 其實說真的 後來他 你發現他最後的真相是什麼 他是職業的 專業 職業騙子 他不是 我跟你講 他今天如果不開餐廳 他去哪裡兜錢 他去哪裡說 那個餐廳有那個錦文 錦文就那個錦修二重唱的錦文有沒有 以前很紅啊 有沒有 很會唱歌啊 現在出來做生意跟我一起投資 我跟你講 妳要不要也來投資 就是這樣講啊 是 因為到最後我因為他 我也不敢交朋友耶 因為他也跟我朋友借錢 我朋友也真的借他了 我朋友不敢跟我講 說不能跟錦文講 我就說 妳到底是我的朋友還是他的朋友 我說妳如果跟我說 他跟你借錢 我一定告訴妳不要借他 他到現在錢也沒有還 我還常常跟他要錢 我說妳錢真的要還人家 那個人家也是辛苦錢 對 他這個窟窿到底搞多大 我覺得他窟窿一定很大 一定非常的大 可能 我覺得他 應該還不還 他現在也是被人家告 詐欺 身上也是有很多案件什麼 可是也 看他現在也是阿姑爹做行李 阿姑爹做行李 是啊 很多都這樣 很多詐騙犯都是這樣 詐欺是違罪 馬照跑啊 不是 詐欺在台灣是違罪 違小的罪 很小的罪名 這麼多人損失耶 不是 他最重是五年 平常他會法官判一年 讓他緩刑 不用關懷 所以他叫可教化 而且問題 可教化再教得更厲害一點 對 所以台灣的詐騙是 而且我看過很多是怎麼樣 他會說 沒有 我們是投資生意 你是心甘情願的 我怎麼會是詐騙呢 對 很難去認定是這個問題 沒錯 沒錯 這幾次開店失敗的經驗 甚至被好朋友騙的經驗 你覺得學到的功課是什麼 我覺得就是可能老天爺覺得 我就是不是做生意的料 我覺得做生意真的 它真的不是我的本行吧 然後我就後來我想一想 我覺得我應該要就是 好好的就是把我會的 譬如說我會唱歌 我會演戲 我會主持 把我會的做好 做你熟悉擅長人 就是功德一見 然後就是 對 我現在 講到那個開店做生意 我覺得那是噩夢 我覺得好可怕 就是自己沒有成功就算了 可能還會害到別人 對 我都覺得 好受傷 就是覺得害到別人 更 讓我更 更難過 最大的難過 對啊 因為那個已經不是你賺錢 賺多與賺少的一個問題了 真的 所以就是害到別人之後 害我現在不太敢交朋友 我都害怕 就是 會有陰影 對 我覺得會有陰影 然後 真的 就是把自己的本業顧好 對 然後做好自己的本業 真的就功德一見了 然後 要做生意 我覺得 真的在想想 可能也不會了吧 我覺得你也回到你的本業 自己也接了很多不同的工作 也算苦盡甘來 老天爺還是在疼你 對啊 我覺得 我也很謝謝老天爺 就是也沒有讓我餓 也沒有讓我餓糟 就算我做生意 你看都是失敗那麼多 也沒有真的讓我賠到很多很多 也就是說 我不至於就是說 因為做生意失敗 然後我要到處借錢 要跑路 然後就是說 只是這些年來就是 可能我的收入剛好好 可以就是償還 可能我欠我媽媽的 然後 對 我也沒有跟朋友借錢 什麼 就是我覺得老天爺 還是很疼我的 就是讓我很多 他讓我錢都用得剛剛好 沒有剩餘的錢再去投資 不要再投資了 扣法就不錯 真的 四次經驗 真的 無聲不成立你已經四次了 不要再投資了 真的 真的